现在关心的是新冠疫情 研究显示B.A.5病毒可能会对患者更加的一视同仁 详情交给作恒 新冠肺炎的变种病毒也就是B.A.4 B.A.5 为什么引起国际这么紧张呢 主要我们来看到从数据上来说 纽约大学的医学院教授就提出 相较于之前的变种病毒 B.A.5看起来是更一视同仁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指的就是说体质上对是不是曾经染疫过 或者是你本来是不是容易染疫的人 都不代表能够躲过这波病毒的攻击 也就是说现阶段个人防疫的习惯 可能还是更重要的 而他也提到说其实在美国 有70%的人口可能还要再感染一次 那当然看到这个防疫习惯 当然大家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另外是在遗传基因的部分 他们也发现到有100到500组肺部鼻腔的基因 是可以影响到容不容易染疫这件事情 另外是过敏体质的部分 对食物过敏呼吸道血管收缩素 转化酶2这个收体比较少的人 也可能影响到他容不容易染疫 再来是如果你是常感冒的人 曾经感染过其他的冠状病毒 所以你的强化T细胞的免疫反应能力 可能也会有一些些差别 这样子也会影响到说这个会不会来确诊 另外日本面临到第七波疫情的威胁 继续请教作恒 为什么这一波说儿童确诊的比较多呢 好虽然国内本土的疫情看起来 从数字上来说是有一些趋缓的 不过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我们临近的亚洲国家 上市日本又先请了第七波的疫情 在诊所他们就发现发烧的患者是多了两倍 有20%到30%的人他们是新冠患者 20%的人会呼吸到融合病毒 另外还有30%的人是年轻族群 换句话说这个儿童染疫的人数是增加的 另外在发现这个后遗症的部分 好像还跟性别有关系 因为他们研究就显示说 女性更容易出现新冠肺炎的后遗症 其中是数字上差蛮多的 男生是43.5% 而女生是51.2% 那这些症状像是染疫后三个月会出现咳嗽落法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头痛 甚至是嗅觉味觉都会出现异常 据继请教作恒的是南韩的入境管制 是不是又开始变严格了呢 随着国外其实在这个疫情上 又出现了新的变种病毒 所以又掀起了另一波新的疫情 所以我们看到在南韩他们本来在六月份放宽的防疫政策 上市免除入境的隔离以及放宽防疫措施 那当然国际航班也是增加 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个疫情的发展 他们也要开始缩减了 主要就是因为进入境外一路的个案 持续在增加 所以现在变成入境者的核酸检测实现 从原本是72个小时 要注意已经是减至24小时内了 而且南韩的防疫部门还说 如果时间上不允许 也就是说如果来不及的话 必须要在隔日检测 在住处先等待阴性结果 确保说安全没有问题 才能够真的来入境南韩 而且如果疫情持续扩散的话 他们也不排除说要要求入境者来提供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所以看得出来这波疫情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